综合地震事务所在27日下午2点到5点 举办了继承是祝福还是清醒的杀手讲座 邀请地震所的同人以及市民朋友们来参加 综合地震事务所登记课课长郑天宏表示 经常遇到民众到地震事务所询问继承权的问题 因此特别邀请广华律师事务所的张佩琪律师 来为大家做深入说明 那其实继承登记啊 在我们民众来询问的这个比例来说算蛮高的 而且再加上现在民众置办案件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其实民众来服务中心问啊 其实蛮多都是在问说这个继承人他的继承权有无 那或者是说遗嘱啊 这个到底有没有效 那或者是说在问一些特留份的一些相关争议的问题 那甚至是我们自己 除了一般我们民众以外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本所同人 或者是一些地震事 那其实对继承登记这个部分啊 都是有一些疑问 那我们今天也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广华律师务所的张佩琪张律师 就是来针对这个继承的部分 来为我们讲解一些相关的一个说明 那我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张律师的一个讲解啊 就是让我们这个与会 这些参讯的这些朋友们 对继承登记能够有一个更深一步的一个认识 广华律师事务所的张佩琪律师 与大家分享实用的继承资讯 他表示一旦发生继承事件 在动用往生者的财产支付医疗或伤障费用 必须许得所有继承人的同意 建议将花费项目制作成单据 并清查往生者的财产 且在六个月内完成遗产税的申报 一旦发生了继承的事情 也就是长辈过世之后 那该做什么事呢 除了我们非常难过的办理伤障事宜之外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长辈有将提款卡交给晚辈 那如果要再动用这里面的款项来支付 不管是医疗费用或伤障费用 一定要让全体继承人都同意 然后大家都同意动用之后呢 所有的款项要做个记录 会整单据 这样避免日后发生争议 或者其他形式上的纷争 那另外呢 有关我们为了要了解被继承人的财产 在办完除户后 要到国税局去查一下被继承人的财产 然后并在六个月内完成遗产税的申报 在遗产分割方面 若往生者生前留有遗嘱 则依照遗嘱执行 若没有则由继承人共同协议 要使遗嘱生效 就必须在生前依照法律规定制作 并且建议在所有继承人的见证下 开封遗嘱避免争议 至于遗产的分割部分呢 其实可以看长辈有没有留有遗嘱 假设留有遗嘱的话呢 那就依照遗嘱来做分割 如果没有遗嘱的话 就采用协议分割的方式 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 遗嘱怎么样才会生效呢 这个大家就要考虑 在生前的时候 请长辈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制定遗嘱 遗嘱呢最好建议是 所有继承人都在现场在进行开封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争议 遗嘱开封之后呢 如果有指定遗嘱执行人 那就由遗嘱执行人来执行 假设没有可以继承人 推有一个人来执行遗嘱 综合地震事务所表示 人有生老病死 继承登记是亲人离开后必经的课题 然而继承登记的样态复杂 希望透过本次的讲座 提升同仁的专业素养 以助于业务的顺利推展 以可让民众了解登记相关的法令规定 以保障其继承权益 记住里根基新北报道